HIT FM 联播网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聽音樂 Hey Miss DJ Hey Miss DJ 來到今天的Hey Miss DJ的訪問宣場 我是Ossa 我今天非常開心 我第一次跟她見面 她是李嘉歡 嘉歡你好 Ossa好大家好 我是李嘉歡 那這次呢 所推出的專輯呢 是把所有的愛都揮霍 我覺得我光看名字 我就覺得超痛快 感覺得很有錢 對感覺得很瀟灑 而且慌慌在聽新專輯 我的習慣其實是從頭聽到尾 但是因為我就看到這個名字 我覺得說 哇實在太痛快了 有點瀟灑 所以我就先點了 這一首歌曲來聽 對不對 請嘉歡來聊一下說 為什麼專輯會想要定名為 這麼瀟灑 這麼有痛快的名字 其實把所有的愛都揮霍 如果當時候寫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做很多事情之間 我都會很多評估衡量 哦是這樣子 都會很理性的分析 我到底應不應該做這個事情呢 到底做這個事情的結果是好還是壞呢 但我又覺得算了 我要遵從我自己的心 我很想要去做 那我就去放手一搏就去做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想要愛的人 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喜歡的事情 那就放手去做 因為無論結果是好是壞的 但我覺得過程中一定會有收穫的 至少是你會很喜歡那個過程中很勇敢 然後很努力的自己 嗯嗯嗯嗯 然後專輯為什麼定名這個 是因為我也覺得 這份愛是一個很可貴的愛 然後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藝術家 嗯 然後我們人生中有很多不同的愛啊 我們對事物的愛 對家人的愛 對寵物的愛 對自己的愛 嗯嗯 對愛人的愛 都是不同的愛 嗯 然後要把所有這些的愛 都要很盡情的揮灑出來 然後揮灑在你生命這塊畫布上面 嗯嗯嗯 潮灑潮灑 一聽到就知道你是一個比較屬於 嗯 比較大啦啦的人 但是雖然你剛剛也講說其實 有很多事情其實你會先去評估 對不對 然後會理性的去思考 但是呢偶爾會覺得說放手一搏其實也相當的不錯 嗯 那我想要問就是 佳歡你平常的你啊 嗯嗯 如果現在啦齁 現在如果現在不是宣傳期 好 好 然後你明天其實 呃是很自由的 好 可以自己做安排 好 的話呢 你是一個今天就會先把明天想要做什麼 先把它排好的人 還是你會是一個比如說你想要睡一覺 醒來了以後再看我的當時 我的當時的心情是什麼再來決定的人 你是哪一種人 我是一個我會大概知道我明天要做什麼 有時候我會說 哦我明天一定要去運動 我要幾點起來去運動 因為就要先訂課 哦也是 對訂課 對 對然後會想好 我早餐想要吃什麼東西 嘿嘿嘿 欸你已經是計畫好的是蠻清楚的 還是說就是你要把一天的開始 主要的東西先訂好 對不對 沒有就是純粹因為我對吃這個東西很在意 哦 然後我覺得吃我只要想好我吃什麼 我就可以安心的去睡覺了 但其實我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我是可以躺在家裡一整天什麼都不要做 然後突然間想要做什麼我就去做 甚至就是有時候會偏懶惰 然後就是在家裡躺著 然後朋友說 欸你在哪 我在家 那你要出來嗎 我說 下次好了 懂 OK 就是偏懶惰的人 但是明天早上的第一餐 這個要先想好 一定要想好 你明天的第一餐 你早上就吃什麼了嗎 明天的第一餐 可能因為我剛剛今天吃了那個印度咖哩 是 但我吃不完 所以我明天起床繼續吃那一份 我吃不完的 那你會 你是一個就是比如說打包回家了以後 第二天再來吃它 你會稍微的變換一下菜色 把它樣子弄得比較不一樣的人 還是你打包回去是什麼樣 你就照吃的人 基本上是照吃 但如果像我今天吃咖哩 我都把肉都吃光了 然後我明天就會再加一些肉回去 再加一些肉回去 OK OK 這就是 稍微好像有點小小的變化 的感覺啦 對 就是 想說還是要補充一些蛋白質 好 沒有問題 我們來聽了 就是其實蠻理性的 李嘉歡 就是偶爾還是會覺得要稍微的 瀟灑一下 OK 這首歌曲就是 把所有的愛都揮霍 把所有的愛都揮霍 我很害怕會分下什麼 過錯 這當作是一種自我通過 用力買都揮霍 繼續來聽 李嘉歡 她的把所有的愛都揮霍 這張專輯當中的歌曲 然後呢 我發現這首歌曲裡面 也有揮霍兩個字 所以我把兩首歌曲放在一起 就是這首握手不言和 我自己也沒發現 對 因為我在聽的時候 我就想說怎麼又回來了這個字眼 感覺上其實現在的你 覺得還蠻符合像這樣的一個心情 這首歌其實也很酷 因為我一開始寫的時候 它是叫握手言和 是 我是當時寫的時候覺得 其實就是過去的一切 那值不值得都是一種選擇 如果你覺得值得 它就值得 你覺得不值得 它就不值得 然後你就是跟這個過去 去做一個告別 去感謝那個過去去告別 但後來老師有 可能發現我骨子裡的一些 小叛逆吧 老師就說 你要不要就是試試看 如果你寫握手不言和呢 我就心想說 哇 這歌名也太酷了吧 好符合我就是 就是因為英文名字叫IDC IDC它就是 stands for I don't care 就是我其實一直很想要當那麼 就是 I don't care 的人 對 然後我就覺得哇 既然有被看出 就是小潘妮什麼的 就是 就算我跟你握手了 但我也沒有想要跟你和好的 這一個 這一個概念 是是是 所以你是一個 如果真的有人惹了你的話 你覺得你是一個 容易跟他重修就好的人嗎 我覺得我還蠻記仇的 蠻記仇的齁 就是我覺得是有點像是一張白紙啦 就是如果被捏揍了之後 我覺得就算你把它打開來 它還是有作文在上面 不是說記仇就可能是 不會像以前那麼好 心中還是有個疙瘩 在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會覺得說 就是你 你並沒有辦法就是這麼快的 就是好像把就是 覺得好像船過水無痕 過去就過去了 其實不會的 對 反而就是覺得 如果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 那我們就是接受它過去了 那有沒有辦法回到以前那麼好 我覺得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去 去培養啊 然後再去重新建立那個關係 所以握手言和的歌詞 跟握手不言和的歌詞 就是他們的面貌相差非常多嗎 對 我覺得其實 都是一個瀟灑走開的模樣 但一個是 就是欣然的去 好啦 跟你和好啦 一個就是 沒關係 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就 轉身就走吧 沒關係 不用在乎 然後也不用太 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 會很想要去顧及別人 但反而是沒有在顧及自己 我覺得可以 就是先 我一直都覺得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你才有能力去照顧別人 不是你把別人照顧好了 然後你自己卻是 卻是一個 沒有辦法去修復的一個人 我覺得那是很消耗自己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很喜歡這首歌曲的編曲 然後以及這一首歌曲的 它的立場其實就是握手不言和 但是其實編曲上面就是 把它編得比較雲淡風輕的感覺 對 很輕鬆 對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樣的反差的 謝謝 然後第二道這首歌來自於李嘉歡的 握手不言和 它的英文真的就是IDC I don't care 嘿嘿嘿 只我手不言和 我不看誰擺仇 只不知道都是一種選擇 只我手不言和 我命最低的欲擇 越夢寶和混淆最美時空 回到來嘿 Miss DJ節目繼續和李嘉歡 来聊他的专辑叫做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 这是你的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 然后这次是比较特别 是全创作专辑 全创作专辑 所以呢你的这个创作 专辑里面的这个创作 大概是有 是这几年来的歌曲吗 还是有一些东西是 你很久以前就写下来的 我觉得是我这几年的 吸收笑话 然后是真的就是很近期 几乎都是今年才写出来的 OK 包括这首歌曲吗 这首歌曲还特别是 变成是专辑的开场曲了 对是我自己拍的 就是歌曲也是你自己拍的 对歌曲也是我自己拍的 我觉得这次公司 给我很大的自由 然后给我很大的 就是发挥的空间 我很感谢公司 那既然是公司让你拍 然后就是你拍的歌曲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把人生没有希望 这样子的歌曲 还算是这个专辑的第一首歌 因为其实我觉得 人生没有希望这个词 听起来是很厌世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蛮能代表我平常的一个面向 因为其实我在大家面前 平常出现在即便是朋友面前 我也可能就是比较活泼 比较阳光的样子 然后而这个人生没有希望是跟我 还有别人认识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因为我觉得这是创作专辑 我想要让大家更能贴近我 更认识我 所以就是先介绍 大家其实李嘉欢是很厌世的 但其实这一首歌 虽然即便歌名是很厌世的 但我觉得它还蛮正向的 因为我的人生没有希望 除了是没有希望 没有hope之外 也是没有别人希望你做什么东西 就是 对 我很常觉得 我们可能活在一个框架上 觉得 别人希望你去做什么 别人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样子的人 甚至是你自己 有给自己树立一个 我也想要成为一个像谁 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的生活的框架 因为我其实是家里的老妖 很常需要很听话 OK 都会 就是即便到长那么大 我还是就是有一个很听话的个性 但其实内心很想要 做很多反叛的事情 也不是说要做什么坏事 可能就是心里会觉得 我不想我不想 所以我想要就是 带出这一面让大家看到 没有希望 没有别人希望你怎么样 没有你希望你自己怎么样 如果抛开这些希望 你就用力的 想要做你做的事情 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所以其实一个创作人呢 他常常把他的一个想法 放到他的歌曲里面 尤其是像是像家幻这种 就是你就知道说 他在讲的时候 里面他放了很多的小心思 在他的歌曲里面 所以光是歌名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思 所以人生没有希望 中文就是这样子有趣 就是你可以平步直直 就觉得说他讲的就是人生没有希望 但是如果是希望了这件事情 是人生没有的 没有希望你怎么样 没有给你框架 对 对好像你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歌名 也是很有趣啊 它是一种反差 就是叫做 hopelessly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然后这个歌曲呢 就是用一个比较是摇滚的风格 跟大家见面 然后这张专辑的这个歌词本 我打开的时候 我一开始打开的时候 就想说 哇好像Evonne LaVine 的感觉 对对对 金发啦 然后或者是后底鞋 所以我那时候 第一个就想到说 哇很像Evonne LaVine的感觉 然后进入到这个摇滚的世界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 我很像Evonne LaVine 嗯嗯嗯嗯 就这样的感觉 对 好所以而且我刚刚还听到了 就是嘉欢其实也是家里的老妖 其实我也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水瓶座 然后都是家里的老妖 老妖 这个我们之后再慢慢的谈 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嘉欢 李嘉欢的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 专辑里面的 人生没有希望 爱呀爱 没有希望 别的希望 来到Hey Miss DJ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我是欧嫂继续和李嘉欢 来聊好的新专辑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 嗯嗨大家好 我是凯亚李嘉欢 嗯 那这首歌曲的这个MV的拍摄的过程 感觉上也就是 你把你所有的精力 好好的在一天就挥霍掉了 听说你好像就是快闪到 东京拍这首歌的MV是不是 对 就是这首歌好像 听说是原本就是没有要到东京去拍的 嗯 然后公司就觉得太浪费了 对 就是我们就是临时决定就说 欸嘉欢我们去东京拍 我说真的吗 嗯 真的有这机会太好了 太想去东京了 是是是是 但是也是很快的一个行程 就马上被认 fun 对对很快食 对很快速 嗯嗯嗯嗯嗯嗯 就是早上三点進公司装发 嗯嗯嗯嗯 然后七点去嵩山机场搭飞机 是 然后十一点到了雨天 对 Hotel 雨天 雨天机场 对对对对 然后就马上就开始拍了 就开始拍 一直拍到凌晨 凌晨 一次拍到凌晨两三点 才结束 结束头就觉得太累了今天 我们一定要好好犴赏自己 是 吃拉面 哦对对对对 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大概也只剩拉面可以吃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在旁边 有看到很多的醉汉吗 好像有一些 然后公司就会 同事就会说 加汉就是小心一点 小心小心 靠近对 那时候凌晨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在 新宿那时候人也很多 对对对对 所以呢 你在拍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是进入到 人家唱片行了对不对 对就是 因为我也是 我之前只有去过东京一次 然后这次是我第二次去东京 然后我没有去过 二手唱片行 是我在写歌词的时候 我的制作人告诉我 因为我跟他说 我很想要写关于一个老派的东西 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老派其实 对他就说 那你可以试试看 要不要加入像 东京很有名的 就是二手唱片行 我说原来有这样子的东西 东京好酷哦 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就发现 哇真的很酷 因为他的那个唱片都保存的很好 而且我还看到就是欧阳飞飞的那个 专辑 我就觉得哇 竟然会在日本看到有中文歌的专辑 我就觉得中文歌真的很棒 因为飞飞姐在日本真的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地位在 所以不管是她的日文的作品 或者是中文作品在这个唱片市场当中都是非常地炙手可热的 对很受欢迎 对所以呢你真的所以你在写下这个歌词的时候 然后还不晓得自己真的会当时会因为拍这首歌的MV就到了日本去 对完全不知道 对所以呢你应该在里面就写了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场景 这样子你应该在拍这个MV的时候就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场景 下次知道要这样 下次写个冰岛好了 对之类的 然后写多一点国家写多一点地点 写写完了以后你搞不好就要去了 所以那你还记得你在这个二手唱片行里面 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你拿起来的第一张唱片是哪一张唱片吗 因为你这边的第一首的 这个歌曲的第一个歌词是说点音播一首老派的歌曲 对 因为那时候这首歌其实我放了一个小心思 然后第一首是播一首老派的情歌嘛 然后结束我就放了梦醒时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深受80年代啊90年代的中文流行歌曲 还有粤语流行歌曲的影响 所以我就是因为其实同龄的人可能没有那么早开始听歌 所以很多80年代的人像李宗盛老师的歌我是非常喜欢的 但对于跟我同龄的同学可能会说怎么会听李宗盛呢 对我就会觉得自己我是不是特别老派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我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我就听到了梦醒时分 然后我有感觉到那个编曲其实有把梦醒时分的一些的元素放在里面 所以我就我就很确定其实你就是很喜欢梦醒时分的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这首歌是就是所有听华语歌的人都会很认可 都会很知道这一首歌吧 即便像我同学比较不会听980年代的歌 但我觉得大家都一定会懂这首歌 好那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嘉欢的 把所有的爱都回货专辑里面的这首 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我相信有蛮多人呢 是在《生灵之王》的节目里面呢完全都知道李嘉欢的唱功 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我觉得李嘉欢在这首歌曲里面 那个唱功的展现非常非常的棒 谢谢 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整个的旋律 还有你的声音的那个整个的演绎的那个反差 其实这首歌录超久 可以这首歌录超久吗 你当时写的时候你会知道说 这首歌曲写的把自己这样搞得会 对 完全没有想过就是 唱的时候会觉得 天哪我怎么会把旋律写得那么难唱啊 很累 而且这声音的使用度其实很高 很有高八低八的那个转换 而且是马上转换 不是 对对对 对 然后我就在唱的时候有埋怨一下 小小埋怨的自己 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创作人 其实应该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啦 对对 因为也就是你把歌曲写得比较难一点点 其实也比较好听 而且因为记忆点太深了 对对对 我当时候就是唱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首歌跟我以往的风格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在唱的在声音的表现上面呢 我也想要就是跳脱以前的一个唱法 那这首歌曲其实整个的张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这个反差也比较大 你在录歌之前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功课 让自己丢入这个情绪吗 反而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容易hyper的人 蛮容易特别兴奋 然后这是黑是一个我觉得很黑暗的 所以那时候录音的时候 我都尽量就是连运动我也没有去 然后就是几乎就是朋友朋友说 哎有没有空缘就真的没空 然后也不太跟朋友就是就那段时间 就是有点把自己关起来这样子 然后那段时间大概维持了多久 我觉得因为从写歌开始就是这个状态了 哦好 从写歌开始就是不太就是不太有时间跟朋友见面 然后都自己 然后录音也是每天就是中午进录音室晚上再出来 每天就这个循环 嗯嗯嗯嗯嗯 大概我觉得好像应该应该有三四个月至少三四个月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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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首歌曲 其实你说 你在录的过程当中 就是难度是比自己 就是预期的 预期的 高一点 对 那你那个时候 你的音音的方式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觉得说 啊 创作人 李佳欢 我们现在把歌 写的就是简单一点点好了 或者是 有没有啊 就是不要让自己 唱得这么的难 还是你就是觉得说 其实你的理想就是 这样其实是最好听的 一定要把自己 跟到那样的程度 对 我就是觉得 还是这样子是最好听的 如果要真的要改什么 因为我觉得 没办法 还是得要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 但那时候我们就是 其实有录到一个瓶颈了 然后刚好非常 非常幸运 就是那时候 刚好要出国工作 一个礼拜 我觉得有稍微 让自己放松一下 我们回来再录的时候 其实更快进入状态 没错 因为那时候其实有录到 有一段时间 会跟经纪人 跟那个制作人说 老师 这声音有点开始 会觉得累了 他也觉得他的耳朵 他的耳朵 因为我们带耳机 是 他也觉得他耳朵 开始有点疲乏了 对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 我们都 我出国工作 他也有一段时间 可以出国去旅行 我们的放松回来之后 没错 我们的心情都觉得 我们准备好了 可以录这首歌了 对对对 有时候真的好像 遇到瓶颈的时候 稍微的抽离一下 对 反而是一个 很好的解决的方式 那这首歌曲 其实在歌名上面 其实反差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英文 看起来好像 跟你打招后 就是讲嘿 对 因为这首歌 歌词里面 也一段是嘿 一段是嘿 然后当时候 就有老师建议说 交换还是这首歌 要改嘿嘿 然后同事提出说 如果上献歌的节目 就会变得很像嘿嘿 OK 马上就是我那种 非常的那种 低落黑暗的心情 变得有点搞笑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是想要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的生活 就很像心电图 有高有低 不可能就是一个直线 直线代表死亡 然后我们都很享受 那个在于 你要往上的那个时候 再高短的时候 但低落的时候 反而就是 你很想要 一直很想要往上 但你却一直在跌 所以你就觉得很痛苦 你想要爬上去 但你又一直跌下去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既然我们可以那么享受 在高端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的 拥抱在低潮的自己 也跟低潮的自己 就是说一个嘿这样子 就是知道你一定会 我知道你一定会往上的 只不过 现在在往下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 拥抱这份力量 到最低 最低点的时候 你就会往上 你就会反弹上去了 当你就是拥抱了 你在低潮的力量的时候 你储蓄很多能量 那你反弹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 到达更高的地方 好 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李嘉欢的 嘿 嘿 无法自动 嘿 烂了烂上 每种转眼回避 没关系就继续拦 走几天你会反弹 早时我们就当我们分到处 烧到光 烧到光 刚才应该有听到了 嘿这首歌曲 感觉上难度蛮高的 所以嘉欢有没有觉得说 也许以后会在 某一个什么样子的比赛里面 真的看到有参赛选手 参赛的歌者 就是挑了这首歌曲来比赛的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 哇 我觉得很期待 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来演绎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在演绎的是 我自己的版本 如果有别人 愿意用这首歌来参赛 我觉得是一个 很酷的事情 因为我也想看看 别人是怎么纯粹这首歌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听 来自于李嘉欢的 《不奇不代就没有伤害》 那这首歌曲 我觉得是这样专辑里面 应该是听起来就是最 让人家觉得朗朗伤口的 因为其实 首先从歌名来看的话 其实就 应该可以蛮变成 很多人的口头禅 对 不奇不代就没有伤害 对对对 是我自己就是有一天觉得 这事情哦 反正我们就不要 期待太多了 反正如果期待很多 就有 有 expectation 你就会想到他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你 如果出现那个结果 不是跟你预期的 你就会觉得 很难过 那我们就抱着一个 不奇不代就没有伤害的 心情绪吧 对 然后这样 这首歌曲其实在排序当中 其实是刚刚所听到的 东京烟晚听着老派情歌的前面 前面一首 对 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排序 因为其实 这首歌曲里面有 Saxophone 然后Saxophone其实就还蛮 老派情歌的那种情怀在里面 对 很巴林 这首歌是比较偏巴林复古 然后Saxophone加进去呢 就有一个像 Kenny G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 心里就已经有想过了这些吗 就是说这首歌曲 其实要加一点点 这种很复古的 还是是跟制作人讨论出来的呢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跟制作人分享 我最近喜欢听的什么歌 所以那时候知道 要收录这首歌之后呢 我就会问制作人 我们会不会有机会 把这首歌变得比较复古一点呢 因为像我最近听了什么什么歌 我觉得它的复古的那个 感觉我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氛围 好像可以是接近 接近 像我提的那些歌的复古的感觉 所以你听了哪些的歌曲 像是那个 Taylor Swift的那个 Antihero 哦 ok 对它也是有一点复古电子风 是 对 所以那你加入的这一个元素 其实是选的是Saxophone 对 这是制作人选的 OK 对我有跟他提议说 我没有跟他说我要Saxophone 可是我是跟他提议说 我想要有这首歌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华语的歌坛 大概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 其实Saxophone的运动 其实还蛮多的 对 所以我才会听到说Saxophone的感觉 我就觉得说 哇真的就是还蛮梦醒之分的那个年代 对不对 开始老派 不过你刚刚讲的就是又在 再往前推了 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的情怀 对不对 没错 好马上听到这首歌 来自于李嘉欢的 不骑不带就没有伤害 不骑不带就没有伤害 早就不该对你有伤害 不在意料之外 谁能清醒过来 不得清醒过来 不骑不带就没有伤害 早就不该对你有伤害 不在意料之外 谁能清醒过来 不得清醒过来 来到和李嘉欢聊完好的传辑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我是奥桑 而且我在进行访问之前 就是看了一下嘉欢的一个资料 我看到一个资料的 一句话的叙述 我就觉得说超有趣 我就翻了一下嘉欢的生日 因为他上面讲说 李嘉欢是60%的水平座 所以我首先先确定说 他应该是水平座 就看他生日过来 没错是水平座 所以怎么样 60%是哪里来的 就是一个网页上 你只要输入你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他就会告诉你的太阳星座 月亮星座 上升星座 还有一堆什么水星星座之类的 然后我出来的那个百分比是60%都是水平座 那你还记得你其他的40是哪些吗 我记得好像有一点巨蟹座还有射手座 那你还记得你的巨蟹座跟射手座 比如说是在哪几个 比如说是上升还是月亮还是什么吗 我的巨蟹座是在我的上升 然后我的射手座好像是在我的金星星座 OKOKOK 好啦60%的水平女孩 因为我连水星我印象中是管讲话的 然后是水平座 然后大家很常就会觉得我讲这话怎么怪怪的 就是外星人嘛对不对 对我经纪人就觉得交换你这样子讲话不行哦 他有时候会跳出来跟大家说交换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帮他翻译一下他的外星语 OKOK外星语外星语没关系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沟通我们都很通的啊 别人听不懂对不对 没有关系啊 就我们听得懂就好 我们听得懂没有关系啊 还是你们真的是听不懂可以再来问我们啊 有接收到的朋友 对我们可以再转译一次 让你越知道就对了 好然后刚才你讲到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家中的老妖 然后我也是嘛 对对对 不过呢就是你感觉说你是被管的比较多 我反而是我是家里的老妖 就是最不被管的那一个 我其实我爸妈不太管我 我是姐姐姐姐们很爱管我 姐姐们可能他们很疼我 然后他们很常会给我意见说 哎呃觉得你你这步可以怎么怎么去进行 你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怎么做 我就从小就很习惯就是被被给予很多意见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姐姐会在前面想要牵着你走 就是也觉得说就是让你就是 就是一样走好走比较好的路 对因为他们可能以前 对对对可能翻过错啊等等等等的 对 不过刚刚其实因为像我之前也有访过家威 嗯 我觉得你们就是都是想法很清楚的人 其实姐姐是逻辑很清晰的人 你逻辑也很清晰 我逻辑 你不用太妄自菲薄 其实还好我是一个非常跟着感觉走的人 哦哦哦 有时候姐姐会 因为姐姐她会觉得 哎妹妹怎么怎么反应那么奇怪 然后她后来就觉得她 她其实不管我我会我会比较好 嗯嗯嗯嗯嗯对 其实家威没有奇怪啊 她只是要把咖喱当早餐而已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可以就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 有很多的创作其实 使得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嗯 那么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情歌没说的事 然后这首歌曲好像是唯一一首词 不是你自己写 是交给一家杨老师写的 对 可是一家杨老师写的 所以怎么样 这首歌曲因为在讲情歌 所以你写不下来吗 就是一贯的 就是我以前都是唱情歌比较多嘛 然后现在就是还是觉得 还是专辑里面还是要有 做了新的面貌的我 还是要有原本的我 因为我觉得 无论是大家以往以前看到的是 比较甜美比较看起来比较乖巧的家欢 嗯 那也是我 然后现在比较心理的那个叛逆 让大家看到那个叛逆 比较黑暗的那个厌世的家欢 嗯 都是同一个我 其实我觉得人有不同的面向 是是是 然后这首情歌也很酷 因为当时候我自己写demo的时候 词是我自己写的 嗯 然后我觉得嘉阳老师有从我的词里面 就是延续了一下 就是关于感情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写的时候 可能我印象中是 是在一个 呃 暧昧关系里面吧 嗯 然后就是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 相处很久了 然后大家也没有要 往前一步 或是也没有退后一步 嗯 就会困在一个困境里面 嗯 然后那时候就在这个情况下 写了这首歌 嗯 后来又觉得嘉阳老师 好像有在我的歌词里面 看出这个端倪 然后他就把它延伸出一个 比较大的东西 嗯 嗯 那请问现在那个暧昧的状况 又被困住的状况 后来解决了吗 哦那一位解决了 已经往前走 大家握手不言和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 大家握手不言和了 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我觉得呢 事情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状况 嗯 然后把这个 彼此的道路走得清楚 其实这件 这样子就很好了 对 我觉得就是回忆很 回忆很美好了 只是大家 呃 大家没有同样的方向 嗯 就是呃 大家都是祝福彼此的 然后就是 可以握手不言和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 把 呃 在不同的道路当中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 挥霍 没错 可以挥霍在自己身上 也可以挥霍在 其他人身上 身边的人身上 没问题没问题 嗯 好 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李佳欢的情歌没说的事 在这边也要非常的谢谢 佳欢接受我的访问咯 谢谢Elsa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嗯 然后也祝你呢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创作 都非常非常顺利 而且呢 所有的创作真的都是你自己 很喜欢 很想要尝试的道路 没错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